校园里机器人引导来宾 介绍学校里的特色景点 透过城市编写 机器人成为生活中的各式小帮手 人力银行调查发现 由于政府拍板定案 明年基本工资调涨5.21% 创下15年新高 但面对疫情的不确定性 加上少子化高龄化时代的缺工问题 很多企业打算加快AI跟无人化营运的脚步 4成1的一个企业有所谓的数位转型计划 比例是高于去年一个状况 而且其中看起来不少企业愿意提供 这种数位能力比较强的求职者 较高的起薪 平均大概可以多7.4%左右的薪酬水准 以官方坚强性薪资换算的话 大概可以多3100多块钱的一个月薪 调查也发现 有8成7的劳工担心 自己的饭碗在退休前 被机器人或是AI取代 在劳力型工作方面 包括产线作业员 售票员 加油站人员以及量贩 超商店员等等 预估消失机会较大 另外包括银行柜台行员 翻译员 记者以及金融交易员等等 劳心型行业 都可能受到影响 整体来看我们调查显示 也有3成6的一个 7有这样的一个 所谓的自动化跟AI化的这种 产销的一个考虑的一个状况 比例其实也创下4年的一个新高 未来这种人机协作 也就是人工智慧跟机器人 跟人类在职场上面 共处的一个模式 其实是很容易产生的 后疫情时代 很多企业为了求生存 纷纷加快 懂肩换血的脚步 调查也显示 领导阶层的交棒 平均要花4.1年 跟以往相比 有加快的迹象 而能否跟上数位转型潮流 又守住企业的核心价值 未来企业接班人跟劳工 都将面临更多挑战 记者顾参永 台北采访报道